Dry Talk 之奇案實錄 大家好 歡迎來到Dry Talk之奇案實錄 我是小A 我是小豆 在世界各地每天都有人因為各種原因失蹤 但當中可以被沉獲的人數就少之又少 尤其當失蹤的時間越長 可以被找得回的機會也越來越渺茫 即使最後真的找得回 失蹤者也很可能已經變成一具遺體 今天跟大家說一宗美國的案件 一個男人足足失蹤了23年 當他的家人都相信他已經離世 並且重新過生活的時候 這個男人就離奇地在大家面前重新出現 當初那個男人是怎樣失蹤 在失蹤的這段時間裡面 他經歷了些什麼 他的家人又如何面對他的重新出現呢 在開始講這宗案之前 多謝Surfshark VPN贊助我們今天的影片 近這幾年片案真的多了很多 例如你們有沒有試過收到短訊跟你說 即分到期要按入連結換禮物 可能就是因為我們平時不夠警覺 上網的時候沒有做足保護措施 才會令到不法之徒 可以那麼輕易拿到我們的個人資料 和網絡中跡 今天小A和小豆就為大家帶來Surfshark VPN 透過VPN上網 特別是在用公共WiFi的時候 它在網上世界就好像一個保護罩 保護著我們 令我們免受個人資料等 私隱外食的風險 也可以阻止跟蹤器 網絡釣魚和樂意園體等 對我們進行攻擊 為大家提供一個乾淨又安全的網絡環境 加上Surfshark VPN 一個帳戶就可以給你在多個裝置上使用 這樣就算你有幾部電子裝置 甚至share給家人一起用都沒問題啦 除了保護個人私隱之外 你還可以用VPN 收睇有區域限制的影視串流平台和網站 例如收睇其他國家的獨家Netflix節目 現在用我們的優惠碼Drytalk 去申請Surfshark VPN 除了會有專屬折扣之外 還會額外送多3個月給你 萬一申請完又想改變主意的話 都不要緊 因為你可以在30天內申請全額退款 作為一個聰明的觀眾 你應該知道保護個人資料的重要性 如果你對Surfshark VPN有興趣的話 就在下面資訊欄上按進去連結看看吧 今天這宗案的主角 是來自美國印第安納州的Richard Haakland 他是一個收入不錯的保險從業員 Richard曾經有過一段婚姻 後來在1982年跟Linda再婚 兩個人有一對很可愛的兒子 9歲的Matthew 和6歲的Douglas Richard一家的生活 可以用衣食無憂來形容 他們在當地有一間大屋 放假的時候 一家四口很喜歡到處去旅行 雖然兩夫妻有時會為小問題鬧吵架 但一家人的關係依然都是這麼溫馨和睦 Richard和Linda在當地已經生活了10年這麼久 他們的生活一直都是這麼幸福美滿 但當他們的婚姻進入第11個年頭的時候 Richard就開始變得有點古怪 他的情緒變得波動 經常自己一個躲在房裡 家人也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直到後來有一天 他甚至突然消失了 1993年2月10日 Linda好像平時般回到日託中心工作 在下午4時45分左右 他突然收到Richard的電話 對方說自己不舒服 要去醫院看醫生 硬見自己快要下班 Linda問他可不可以多等一會 等自己下班回來就陪他去醫院 但Richard就說已經等不到 然後就收了線 Linda覺得很奇怪 到底Richard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這麼急要進醫院呢 不過既然Richard說要自己出去 Linda就想著可能只是小事 相信老公自己一個人都可以搞得好 於是他下班後就去了學校 接著Douglas才回家 當他回到去的時候 家裡就只有大小Matthew一個人在 而Richard就不知所蹤 他開始擔心氣上來 難道老公真的有什麼重要事 Linda嘗試聯絡Richard 但對方的手機一直都處於關機的狀態 他打算打去醫院問 不過Richard就沒有說自己去了哪間醫院 在這樣的情況下 Linda唯有逐間醫院打去問 不過當地的醫院都被他問過了 始終都沒辦法問到Richard的下落 Linda仔細地檢查家裡的每個角落 看看會不會在Richard的個人物品上 找到蛛絲馬跡 他發現Richard的所有東西都在了 甚至在一個這麼冷的天氣裡 他連大褲子都沒著就出去了 種種跡象都令到Linda很疑惑 Richard到底有什麼事要這麼急呢 就是一個小時後 Richard打電話回來 他說 我不可以再這樣生活下去了 沒有了我 你們的生活會好些 他的聲音聽起來好像有點不開心 不過Linda還未來得及開口說話 Richard就已經瘦了 兩小時後 Richard又再次打來 我不想坐牢 我以後都不會再回來了 說完又再次瘦了 到底Richard發生了什麼事 他到底要去哪裡呢 Linda非常擔心老公 於是他唯有報警求助 收到求助電話之後 警方立刻開始調查和進行搜索 Richard和Linda的家人和朋友 知道了之後都紛紛趕來幫忙 但他們找來找去都不見Richard的蹤影 經過幾天搜索 警方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國際機場的停車場 找到Richard的車 不過車裡面就一個人都沒有 警方估計他可能是搭飛機去了其他地方 於是就向航空公司調查 不過他們就找不到Richard購買機票的記錄 機場也沒有他的出入境記錄 自從2月10日之後 Richard就沒有再回來 不過在事發後的一星期裡 他就曾打過兩次電話給Linda 說的內容和之前的都差不多 不過奇怪的是 明明海關沒有Richard的出入境記錄 但警方就查到兩個電話打出的位置 分別是委內瑞拉和阿努巴 在1993年5月 兩個兒子分別收到Richard寄來的生日卡 信上夾了一張50美金銀紙 信上寫著 我愛你 很想見到你 錢交給媽媽幫你們處理啦 或者可以吵起他 或許有一天我們會再見面 到時我可能都不認得你們了 已經很久沒見過你們了 要好好照顧媽媽 再見 你們的爸爸 Linda堅信Richard只是有要事處理才走得這麼急 他還一直跟兩個兒子說爸爸會回來 但可惜這兩封信就是他們最後的聯繫 Richard也沒有再出現過 老公突然失蹤 已經對Linda造成很大的打擊 但更難過的是 他發現Richard走的時候 不單止沒有留下任何錢 還錄爆所有信用卡 又偽造Linda的簽名申請貸款 就是這樣 Richard留下了一大筆債務給Linda處理 加上他們之前借下的錢 和家裡的日常開支 Linda的經濟壓力一下子變得很沉重 她不得不被賣車和住的房子 帶著小朋友搬回去和父母住 沒多久之後 她還被迫宣佈婆產 正所謂禍不單行 警方還質疑Linda不可能對老公的下落毫不知情 他們經常想沒有問Linda很多奇怪的問題 即使Linda一再向警方保證她和老公的失蹤無關 警方依然不肯放過她 Linda經常發現家裡的東西好像被移動過 電話似乎又被人監聽 連信都好像被人打開過 這些行為都令她覺得很不安 她擔心除了警方之外 還有其他人想調查她 為了安全起見 她決定帶著小朋友搬到印第安納州的麥巧之圍椅 Linda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 長期不安令她幻想抑鬱症 她經常會很警覺地檢查周圍的環境 又將所有帳單寄到父母上 甚至叫兩個兒子在鄰居的門口上校車 而警方始終找不到任何證據證明 Linda和Richard失蹤的案件有關 經過了一段時間後 他們都放棄對Linda的監視和調查 Linda在這個時候開始 才終於可以過一些正常的生活 2003年Richard已經失蹤了10年 法庭宣告她法定死亡 正式向家人派出死亡證明 Linda和家人都接受了Richard不會回來的事實 他們重新開始過他們的生活 Linda也再次結婚 重新過著美好的家庭生活 但就在十幾年之後 Linda就收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2016年Linda收到一個警署打來的電話 你是不是認識Richard Hockland的? 認識呀 她是我前夫 是不是有什麼事呢? 她現在在我們警署 Linda一時之間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反應 她簡直不敢相信Richard仍然在生 同時她也不明白 為什麼當初老公要這樣放下家庭一袖了治 不過隨著警方進行更詳細的調查後 他們證實這個人的確就是失蹤了23年的Richard 到底當初為什麼他要走? 這段時間他又去了哪裡呢? 原來當年Richard離開了家庭之後 去到佛羅里達州 他在那裡租了一間屋 在偶然的機會下發現了包租公的兒子 Terry Simonski 的死亡證明 他記得包租公說過 Terry是一個漁民 在1991年出海的時候遇到意外不幸上身 於是Richard偷了Terry的死亡證明 用他成功在相關部門申請了Terry的出身證明 然後再申請了車牌 因為在美國他們沒有官方的身份證 所以車牌就成為他們其中一種識別身份的方法 於是乎拿著Terry的車牌的Richard 搖身一變就變成Terry 導用對方的身份繼續生活 Richard在佛羅里達州過著富裕的新生活 他在1995年再婚 和第三任妻子Mary生了一個兒子 他還考了私人飛機私牌 又在那裡買了多個房產和自使一架飛機 他以為導用一個過了身的人的身份去生活 就不會引起懷疑 不過只是包不住火 說得謊話始終會有被揭穿的一天 在2013年 真正那位Terry的侄子 在一個網站看自己家族的族譜的時候 發現網站上出現一個和叔叔同名的人 令人意外的是 資料顯示這個男人不僅在生 而且他還在1995年結婚生兒子 侄子明明記得他叔叔是單身 而且他早在1991年出海的時候 就因為遇到意外過身 當時的葬禮他也有份出席 所以有什麼可能他還是在生呢 侄子覺得叔叔不可能是死而復生 唯一的解釋就是有人盜用了他的身份 不過因為不知道對方是什麼身份 他擔心報警的話對方會對自己不利 所以他也不敢輕舉妄動 一直到2016年 侄子決定不再沉默去到警署報案 警方去到Richard的家向他調查 Richard拿出Terry的車牌做證明 堅稱自己就是Terry 不過在這個時候 警方就拿出Terry的死亡證明 上面清楚寫著Terry早在1991年就已經死了 Richard眼見對方拿出這麼確鑿的證據 都知道這個謊話說不下去 他唯有承認自己冒充Terry的身份 隨著後來警方進行了更多調查 以及Richard的第三任老婆Mary 在家各樓的一個公示包裡找到Richard本人的身份證明文件 警方終於證實他就是失蹤了23年的Richard 警方拘捕了Richard 又聯絡Linda告訴他Richard已經被找回 Linda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真是非常震驚 他不敢相信原來Richard還是在山 而且當初大家為了他覺得這麼痛苦的時候 他竟然換了身份在另一個州份過著他美好的第二人生 在2017年Richard因為身份欺詐罪被判兩年有期徒刑 憤怒的Linda更將Richard告上法庭 要求賠償186萬美元撫養費 在法庭上Richard曾被問及當年為什麼要突然離開家 Richard聲稱是因為他想擺脫第二任老婆Linda 但又不想離婚所以才選擇一走了之 對Richard來說 這樣走了或許就可以擺脫所有眼前不如意的事 但他這個這麼自私的行為就傷害了很多身邊的人 在Richard走了之後 Linda除了要自己一個肩負起照顧家庭的責任之外 還被迫背起Richard留下的債務 他被龐大的生活壓力逼到幻想抑鬱症 要多年的時間才可以慢慢振作起來 另外這件事也影響Richard的小子Docles的生活 因為缺乏父愛的關係令他厭逸其途 他在高中時開始接觸毒品 還曾因為持有毒品被判監8年 成年後更頻頻進出監獄 當Richard被捕時 31歲的Docles正身處監獄中 有一天電視上的新聞節目 講述一個佛羅里達的男人 以虛假身份生活了20多年的故事 雖然電視上那個男人已經老到白頭髮 又戴著眼鏡 跟Richard當年離開家時完全不同 但Docles依然一眼就認出 那個就是他爸爸 知道Richard當年消失的真相後 大家都對他很失望 所以即使多年後Richard重新出現 Linda他們都表示 不想再跟這個狠心的男人有聯繫 目前Richard已經出獄 他很努力地償還Linda向他追討的撫養費 不過他名下已經沒有財產 那他又要怎樣償還這筆債項呢 除了Linda一家之外 Richard也深深地傷害到第三任老婆Mary一家 一個同床共枕了十幾年 年兒子都生的男人竟然是一個騙子 Mary要怎樣接受這個可怕的真相呢 喜歡我們的記得做齊 comment like and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出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150amb 留意著我們的最新資訊和我們互動 下次再見 拜拜